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欺 我們欺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3月5日,星期二 今天最低氣溫22度,最高26度 天氣潮濕,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溫暖 今晚大致多雲,有薄霧和有一兩陣微雨 吹和換偏南風 哇,昨天很多那些 本身是應該兩條命的 最後一死一重傷 一單下車講數,撞完車 然後七十秒 被貨車在後面撞 當然了,停在公路中間 司機扭軚,不要撞到私家車 一扭軚,不要撞到私家車 直接撞到人 那私家車司機死亡 當場死亡 的士司機也是受傷的 撞得很厲害 另外,看到那條車鏡片,嚇死人 應該是一個的士的 到後鏡的鏡片 拍到的 另外,一單就差點就相思了 他父親和兒子一起跌到街上 列作謀殺和自殺 兒子只有七歲 這件事很恐怖 另外,有兩宗警察的風化案 這件事很高興 嘩,又真是 真是東方之下看 剛好又看到這件事 還有兩宗 唉,看得昨天的新聞也來一來 詳細新聞內容 天氣潮濕 一兩陣微雨 有霧 最高氣溫到26 好像明天後天又變冷了 那些是回升了一點的 回南天 濕到潮濕的天氣 另外說 中大醫學院 AI分析新冠病例 揭晶狀 隨變異和疫苗接種而改變 竟然是這樣 不過這些只是微生物研究 有什麼改變 多了人確診 還是少了人確診 那種改變 都是說病徵 其實都是差不多 你問我 不太懂看 他用AI看 再研究 現在有些 金黃葡萄球菌 在廣華醫院三個 新生嬰兒 感染了抗藥性的金黃葡萄球菌 一人情況嚴重 這些病毒到處都是 你抵抗力不好的時候 你手指甲裡面有很多 金黃葡萄球菌 裡面的鼻腔全部都爛了 如果你弄一弄鼻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試過 年紀大才知道 這些東西 年輕的時候 沒有 沒有 你弄一弄就弄一弄 你滑鼻也會 但是 這時候鼻可以爛 脫皮 原來就是金黃葡萄球菌 這跟人的抵抗力有關 吃橙 吃新 維他命C 那些就更好 否則 容易中招的人 一弱起來 你現在看那些航空業 說請不夠人 航空業 想請6300人 截至2月底 請到880人 來到香港工作 請外援 內地空姐 內地機師 乘飛機 有一個被投訴 實際上做得很一般 怎樣就不說 詳情就不說 上次的乘客 不是無理取鬧 始終文化有點差異 溝通也有點困難 各樣問題 但是連請人也請不到 問題就是 唉 真是糟糕 會不會有停飛的那些呢 再研究吧 九巴過海線 112號 轉雙層電動巴士 來往長沙環至北角 112也很少搭 現在那輛車轉了電動 不知道你們見過沒有 整輛車是綠色的 好像很環保 接下來 北上消費也是趨勢 港人即日起 可以用AlipayHK 乘搭廣州公交 廣州的公共交通工具 Alipay都可以搭到它的二維碼 那就好 方便大家 不用左撮右撮排隊 買票 那些都要花時間 另外有個真是傻仔 怎樣傻 49歲本地男子 銀行過了490萬給一個援交女 一次服務也沒有得到 這個世界很多大口 真的 真的騙飯吃 你有沒有完全沒有職業道德 或者他根本不是那個職業 自稱是援交女 瘋狂過數 從今年1月過了4千元的港幣 只是一個指定的戶口 未能獲得有關服務 他再按指示1月至2月 用15次轉賬過了490萬 對方指定9個本地銀行戶口 他又照做 後來警察發現 是警察發現戶口有可疑 他才去告訴你 有一件這樣的事 他說是嗎 警察通知他才知道自己受騙 那你援交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有沒有吹水 還是洗黑錢 有沒有這麼蠢的人 你去吃雲吞麵 也有雲吞麵給你 你坐進去的 我給你500萬 沒有 什麼都拿不到 每次下來給你錢 不吃東西 那算什麼援交 租一名援交女 騙490萬 這些算是騙嗎 他給的 會不會真的要洗黑錢 我想警方也 一開始以為是這件事 然後去聯絡事主 他就說是嗎 我被騙了 怎麼騙 你們怎麼可以過這麼多錢 我叫他拯交會費 一開始說可以提供性服務 我覺得這些是否吹水 有些說是盜竊 現在說以欺騙手段 可以吹得財產 你怎麼可以過 你一開始說幾千元 你都不合理 一開始說什麼 四次過錢才是四千元 後來怎麼過十五次 過到四百九十萬呢 你通常這些 找得援交過錢的 都是叫什麼 急息的 現在給錢 現在要做的 你給了 你想想 上次四次錢 然後十五次錢 十五次錢 十九次錢 人都沒有見過 那裏五百萬 我覺得面那一層就這樣看 底那一層就自己想 有什麼可能 像這裏 跨部門灣仔素黃 九名內地女被捕 現兜兜 見人就給錢 沒有人就散水 他不是 剛剛那個我覺得奇怪 警方的虎尾行動就是素黃 是 素洛軒尼斯 洛克道 勞壓道 譚神道 多個樓上單位 九個 年齡25至45歲的內地女子 違反逗留條例 交入境處跟進 是 可以和大口做鄰居 今天還有什麼說 很多話說 美夫老雍 美夫新村老雍 提款後 不見了錢 列作盜竊案跟進 八十二歲 老伯 年紀大 錢就拿一萬元 放進袋子 在公園坐著坐著 有一個非華裔男子走近 就拿走了他的袋子 說偷東西 抓不到人 還沒有人被捕 拿著大塊錢 坐著想著 沒什麼 有人過來搶他 他沒有這樣的能力保護自己 唉 真是 新聞看得到令人驚訝 先說說這件事 南警 風化案兩宗 第一宗 警員 三道非禮女同案開審 事主指睡覺時感到屁股和胸被人用手指刀了四五下 四年多前 排期排到現在 我們看看 已婚南警在休班時間 在紀律部隊宿舍三道非禮十二歲 同住女親戚 執法人員 上年六月 接獲相關報案 被捕了被告 三項非禮罪 警戒下 從來沒有做過被冤枉的 否認 這位受害人 說回當時睡覺時被刀 發過三次這類似的事件 就是刀兇和摸兇 男被告 有個代號叫UKB 這位所謂的已婚南警 27歲 因為本案停了職 這位女生今年才16歲 究竟這事件是真還是假 真還是假 男警就沒有認罪 那位女生說了很多細節的事情 例如睡覺或被人非禮 這些是親戚 另外有一宗 其實這宗 也是威脅前女朋友 又發布口交影片 南警表證成立 星期四就結案陳詞 又有一宗 那兩個 搞事 把影片說要發布 未經同意下就發布 那在昨天的屯門裁判法院開審 要求被告多次刪除相關影片 但對方拒絕說要派到街坊 他其後提出分手 對方又說IG見 威脅別人發布人家的口交影片 有他換衣 小便等等的影片 這麼多這些事情看 有些事情拍 那時候拍他們兩個都是有些癖好 不過何必拍這些 被告28歲 叫謝朗傑 於控罪書報稱是警員 亦都被停職 兩宗都是警察的事件 你看看東方新聞 其他的新聞 香港零一不是很見到有 其餘那些都可以看看 這些是法庭案件 對了 還有其他的 譬如南警入品子同袍性騷擾 被法庭剔除訴訟 他說你老婆給我 你媽媽給我生你的臭小子 他說別人性騷擾 索償警務署 16萬拿來捐 最後現在 法庭也說沒有 沒有這件事 這個訴訟 就是刪除 好了 先說說恐怖的 先說那件交通意外 這件事嚇死人 大佬山公路車禍 大佬山那位 車開得很快 差不多100米 昨天的致命車禍相當恐怖 一死一傷 涉事58歲聖業的貨車司機 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 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車鏡片流出 事發的時候 本身私家車撞了的士 撞完之後 三條線 站在中線上 下車 指指說說 你多撞車 大家怎樣 不知道怎樣 瞎晴駛 墟宿 但那個車生氣 非常得虎 身死的事 是70秒 其實他一直 fian行 看點了他胸臂 一直有車ando 有車行 有人走 之後 universities 转转左右 突然有辆10.4吨的货车收制不及 你说他收制 其实有点领态 他没有撞,私家车扭右撞死司机 成哥飞了去 车镜拍到全,看到他有点扭右 撞死了,当时撞死了 的士司机送院抢救情况严重 私家车68岁,姓梁南司机 抢救再送院,最终不治 撞得好硬,刚刚撞到中间 成哥飞了去 这些呢 大安指已觉得别人会避你的 撞车就 其实很眼眶 那些货车司机 譬如在日本有个网红 是女生开货车的 看到他怎样呢 经常喝那些 那些红牛 那些充电饮品 开车很闷 闷到暈,开头可能你开着车 觉得好玩的,每天都很闷 开来开去同一条线 在做梦,那些自动驾驶模式 不需要你想想的 不能想的 就走,每天都是那条路 有些特发的东西他拌不及 在做梦 可能在想 待会放工在哪里吃饭 在监仓吃 撞死人 所以很恐怖 马路如虎口 我自己也不敢开车 撞死人也要坐牢 被人撞也不好 这些很危险 没办法 这些报纸也没有教 是否可以走在一边说货 只站在马路中心里 两架车 其实你这样撞下去 所以就算我告诉你 就算那两个人站在一边 货车一样撞到车上 可能没有撞到这么认 但问题就是 如果货车撞完那些车 那些车飞过来 其实分分钟都会弄死你 就是 车撞车撞人 或者撞完这个车 他撞不到车 他看不到人 他撞到旁边也可以 撞到旁边 所以公路根本是很危险的事 在玄学来说 玄学在马路叫什么 阴阳交界处 送你一程去阳 送你一程去阳的地方 送你一程去阳的地方 很多生灵死在马路上 有些人说怕坟墙 我还没听过坟墙会死人 马路你不会怕的 颠倒梦想 想歪了 是啊 殯儀馆你很害怕 殯儀馆里面有很多死人 但是你进去不会死的 听到很少听 是不是 你进去很害怕有鬼 不是 马路你不怕的 每天都会经过 每天都会死人 那些事情 那些世界是 调转来的 那些人 不懂得害怕 搞到 命都没有 你上网看 二十多万人看的 那条片 实在太恐怖了 我看完也害怕 另外 讲一下 差点伤私 但儿子就没事 没有事 没有事也很严重 掉到街上 老爸 原来崩塌 崩塌 崩塌 九龙城广场 一百二十八号 九龙城广场保安巡楼期间 在广场外后行发现一名男子 一个男童 倒饿在地 重创昏迷 报警求助 交会员到场 将二人分别送到广华医院 和伊丽莎白医院抢救 男人10点17分证实死亡 小孩做手术 没有找到遗书 初步调查 一天是升马的58岁男死者 和7岁男童父子关系 住在九龙城区 人员通知了他母亲 他由一个女亲有陪同协助 来到的时候情绪激动 其后抵达医院照顾儿子 原来男人做运输工人 曾经做运输工 现在开的士 沉迷赌博 债台高足 不排除欣怡把儿子 在天台停车场 把他高处扔下街 然后跳楼沉短 案件列作企图谋杀和自杀案跟进 企图谋杀 也没什么 人都死了 也是这样 告诉你有件什么事 赌什么赌 我也赌的 赌马仔玩10元重锤20元分身 不论你赌马赌股票 赌什么都这么说 赌得大 赌得大 你本身已经输了 输了给或然率 不懂计算 这个世界 我告诉你赌钱的人 有90 可能有99%的人 都不知道赌钱一定输 赌钱一定输 还有1%的人知道输也要赌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或然率 连或然率也没听过 韩申说 不怕你来 我正在开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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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当来玩 当来娱乐 大家开心 玩玩玩当时的运气 其实本身已经输了给赌场 别人摆了风水阵 各样 计算过数据 游戏也不公平 有些人说 百家乐是公平的 吃甲棍派不足给你 已经是不公平的 很多人都不懂计算 搞到自己根本上 进入一个 没办法回头的境地 其实那些人真的很可怜 自己一直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认识有些病态赌徒 我认识 他说赌场没有感觉 赌场没有感觉 他赢了就再买下去 输了就再买一次 输了就再买一次 他输干输准 每次都是这样 住一间公屋 在自己做事的工作 就是一些比较上 指人做事的崗位 个人也没什么 不过他在这里分享这件事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悲哀 那你倒来做什么呢 他回答你不了 就像耶稣所说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原谅他吧 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要紧了 你不用扔儿子到街上 你死你事 那儿子无辜 他没份玩 难道他脑点你 六合彩號碼 你一定问过他 但也没理由这样杀过儿子 这些新闻很可怜 你让许智峰呼吁网民起底 促外交制裁港官 政府就谴责 说是搞砸 走了就很高调 有些人 其实你发现在香港通缉的人 在youtube上 都经常看到他们开麦 有这样的事 搞这样的事 政府当然是谴责你 就说你干犯多项罪名 不止没有意愿违反法纪 总之就是国安法 颠覆国家政权 煽动分裂国家 任何资助许建峰 继续潜逃海外进行 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人 都要面临刑责 不知道他怎么生活 资助货金给他那些 不知道 这个人搞这样的事 总之有上了报纸 好 另外看到 抄牌抄得很狼死 港区交通日 港岛区 2344张告票 50张全票 每天都交通日 基本上抄牌抄了多少亿 在说上年 港岛区执法人员 连同交通督道员 昨天进行港岛总区交通日 哇 突发的都不需要通知 香港开车也是可憐 座位也难拍 对 养的车贵 坐地铁方便 另外 红磡村赛馆 炸饭 炸饭的时候抢火 大量龙烟 整条街 好像完全看不到 看不到前面 红磡崇芝街28号 地下村赛馆发生火警 现场没出大量龙烟 哇 夸张 下午1点 炸东西的时候炸到这样 以为大火警 你们可以上东方看看 红磡村赛馆那张图 嚇死你 另外 洛马州私家车租负委 中火跟进 洛马州好像不是第一次 昨天4点4 4点34分 又是一宗这件事 洛马州的马草等路 29号私家车起火焚毁 热作中火跟进 暂未抓到人 好 另外 看看 这宗 阿伯在巴士 影片 嘲笑挑衅两个年轻人 下车契弟 什么事 又巴士 淑姨2.0 又老母老母 他坐旁边可以不可以 坐对面可以不可以 躁怨吧 有人说 阿伯似老卖老得把口脾气差 影片44秒 他说 他说 阿伯就露啤两个年轻人 爆粗 杂麻 也叫人坐开 说粗口 网民就说 他 不合不合 他说 你够姜就下车 你够敢就来 挑衅两个一起下车 那麽 这些阿伯 他还没被人打过 真的 如果够姜跟那些年轻人说 如果有龙虎鳳的民伸人 又不是这样 对吧 人是稀善怕恶的 如果你小时候被人打过 你老伯,你不敢嘎嘎嘎嘎嘎 终有一祸,不用说了,你看香港人这么暴躁 我见过了,你这个就是赤佬卖佬 我在头等车厂见过那个年轻人在大学站 他说缩多嘴,跟你玩东西 对的了,你瘋的嘛,你下次会遇上个瘋的 这些一人小句就好了,你一句他一句 一只手帮是拍不响的,那两个年轻人好像都 都是做下把,没有很激烈地和他反抗 对抗那种,我见过那些很激烈的 冤住你的,吵冤巴闭的 唉,这些你们自尋烦恼 自己走进地獄门,没有人救到你 心里也是有问题 他自己不开心,我们吃花生,没有东西 对吧,见到这些,应该很少的 譬如那些白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先生 我直接避到下层了 有些人是很坚持的,给了钱,为什么我不坐在这里 你坐在这里就跟那些烦人 继续坐在一起,他一直在里面,你都很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的,你的,给你,给你,走走走走 他觉得自己很威败走,他下次又来,然后被人打了 你知不知道,你不跟他吵,不代表你耐弱 是不想介入他的因果 他的世界对着谁都是这样 他可能你跟他有少少缘分 平水相逢有少少缘分 你不去中那个恶元,就没有那个恶果 但有些人喜欢跟他撑下去 为什么不错,为什么,为什么 不能解释,因果要解释到上世 又有时候,有时候抑一抄跌下,不就没命 那些伯父更喜欢吵怨,但又不能打 对吧,那时候只是疲惫 那时候很努力 通过一抄,你也死的 所以你不要和这些人吵 亢免我嘈 你看到官塘男子危坐高处,消防开战期间,开战,快跳下去,有没有死? 人家打算救你,死了,不辞45岁,姓王,现场没有遗书,寻死原因有待调查,说完不开心,难道很开心跳吗? 都是钱银女人的事情,人世间也没什么原因,有什么其他原因?八个虎,爱别离求不得的 在官塘码头广场那里,见人家开战,快开战,开战,跳不成,跳了,没了命,身心灵不健康 内心搞搞震,令人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另外在屯门有个小孩偷爸爸的车,载个朋友,无排驾驶,四宗罪被捕 十四岁了,小孩瘋了,昨天凌晨,还要凌晨5点发生 载个朋友,撞了,警察来吧,无排驾驶,不小心驾驶,十四岁 他三个朋友十四至十五岁,拆着爸爸的车去玩 爸爸的车匙放在桌上,半夜跑出去,拿了一条车匙 拿去车匙转圈,你认识春渣车吗?十四岁 弯都没认识转,车匙撞到破坏了,还要被抓 这些保险赔不赔的?应该是不赔的吧? 爸爸又没想到我儿子这么死百厌 那就这样了 另外看到元朗男童摄车那冲红灯,被客货车撞低 你就算幸运了,小孩只有几岁了 可能在读幼稚园高班或者小学初班那些,一二年班那些 被车撞到躺在那里 但是这些很幸运的了 因为有些可以撞到你骨折,全身痪瘩 医治到漏水那些,他不是的 他现在是跌在地上,没什么 他很幸运,但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 各位,过马路小心 今天新闻说到这里,下次再说其他新闻